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上課囉! 我們今天要上的是 冠動物園 這是欣賞 休閒,叫做冠 冠 動呢,就是我們第一個單字啦 來看我們的動物園 所以呢,這是趙志達的手語喔 動 拿出你兩個拳頭轉,圈圈,這是動 那物呢,有好多好多的東西喔 是用我們的大拇指跟十指 東西,所以這是物 圓呢,也是你的大拇指,十指 兩個 往前滑動,輪流滑動,這是圓 所以呢,複習一下,動,物,圓 很好,那呢,我們先來教一下單字喔 動物園,剛才講過了,我們來看第二個 是那裡 寫那裡呢,就是生乎你的十指 比那個地方 所以那裡呢,是那還有那個 或者是他,都是這個手語 你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一個動作那麼多意思呢 這就是手語有趣的地方 他有很多手式是一字多意的喔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再 再比出你的二 躺著的二,甩一下 這是再 那呢,我們來看第三個 話說我們的日文的手語呢 日本的手語的 這個呢,就是再見的意思喔 其實台灣北部的手語是東京來的 南部的手語是大阪來的 所以很多台灣的手語跟日本的手語是相通的 那這個呢,是高 高是用到手型九 我們來複習一下手語的一到九 這是一、二、三、四 這個同學應該都沒有問題 可是五的部分呢 不是這樣喔 而是這樣 因為呢 這個是 書算盤的上珠 所以呢 這是五的意思 那六呢 就是比五多一 所以是這樣是六 七、八、九 九這樣會跟手跟五很像 所以會把它合併 這叫做九 那高呢 就是比你的頭高一點 所以呢 在你的頭的上面叫高 那 比較矮怎麼辦呢 很好 有同學已經猜到了 就是呢 比你的頭還要矮一點 叫做矮 那呢 我們來看 再來是胖 胖要兩隻手 我們的胖呢 那可能是胖在你的臉 或者是胖在你的肚子 這兩個都可以 那通常要比在臉 因為比較好在我們的螢幕裡面 在跟別人對談的時候 所以這是胖 那瘦呢 就是貓進去喔 所以這是瘦 然後通常會配合你的嘴型 會喔 瘦 也可以在肚子瘦 這兩個都可以 所以這就是瘦 那呢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 光 我們剛才 有教過了 是在你的眼睛旁邊欣賞 而且呢 是很 休閒的走來走去 所以這是光 然後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的 熊怎麼比 熊很喜歡吃 有沒有同學看得到這個補片 這個呢 熊在吃蜂蜜 沒錯他喜歡吃甜甜的東西 那甜甜的東西的手語 就是比出我們的手 英文呢 沾到手上了 啊不可以浪費 所以用舌頭甜 這就是甜的手語喔 是甜蜜蜜的甜的手語 甜呢 還有加上熊的手掌 所以熊的手語就是 這樣是熊 那再來呢 那再來呢 是 企鵝 企鵝就是模仿他走路的動作啊 所以有學生很厲害喔 已經猜出來了 會用我們兩隻手 搖晃一下 這就是企鵝 那呢 再來是我們的犀牛 犀牛他最有名的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的圖片喔 他最有名的其實就是這個腳 所以我們會用我們的手 模仿他的腳 這就是犀牛的手語 最後一個單字 猴子 猴子呢 你們會想到什麼 喔 有同學會想到香蕉 喔 有同學想到他會抓癢 沒錯 我們呢 猴子喜歡彼此抓癢 自己抓癢都有可 所以這裡也是模仿他的動作 伸出你的兩隻手 手的拳頭呢 這樣子抓癢的是猴子 那通常會配合你的嘴巴 要抓出猴子的表情 那我們就來看我們的課文喔 爸爸媽媽 我 和我一起去動物園 手語呢 習慣把我擺在最後面 而且在手語的故事裡 在他的句子裡 是不會有連結詞的喔 所以我們來比比看 爸爸 伸出你的食指跟拇指 爸爸是家中最大的 所以會比出你的大拇指 爸爸 那媽媽呢 是你的食指跟小拇指 媽媽 也都是網上喔 媽媽 爸爸 媽媽 我 就是比我 一起去 動物園 好 你們可以練習一下喔 爸爸媽媽 我 一起去 動物園 那裡有高高的熊和矮矮的企鵝 這裡你們就會發現 他的手語卻寫成 那裡熊高企鵝矮 有 他們呢 習慣把 有擺在最後面 而且手語的有沒有 通常會擺在最後面喔 所以來比一下這一句 那裡熊高企鵝矮 有 最後一句 也有胖胖的犀牛 和瘦瘦的猴子 這裡的也有呢 使用再來代替喔 因為很多手語呢 會用同樣一個字 就是代替很多個意思 所以呢 再來 犀牛 胖胖的 猴子 瘦瘦的 有 那呢 等一下老師會抽籤 抽到的人 再來回答問題 就可以畫一個九公格 先湊成一條線的組別 就可以得一分喔 那呢 我們來試試看 好 這是胖怎麼比 很好 兩隻手 這樣子 好 A組得一分 再來 那裡怎麼比 對 就比那裡就好了 很好 B組得一分 再來第三題 很好 A組 矮 比自己的頭還矮 所以呢 A組得一分 那呢 我們今天 上課就上到這裡 A組呢 得到兩分 我們呢 可以幫他們鼓勵 掌聲鼓勵一下 那今天呢 就下課囉 大家掰掰 下禮拜見 好奇行 我們今天 完畢